我是比較擔心 她會沒有朋友 我那一天帶她去參加一個 罰品的活動 公關就介紹就是 他們品牌代理商 結果蘿莉塔就說 你們這個洗髮型是主打生髮 你怎麼禿頭啊 你怎麼禿頭啊 但我覺得沒有說服力 可是你也不能問 所以我就要問她說 你是禿頭還是你是故意替 她花錢辦活動也被羞辱 對啊 羞辱 怎麼樣 今晚十點 東森綜合32頻道 小姐不惜地